電騙近年已經變得很普遍 不單止那些知識水平較低的長者 中高學歷的年輕人都會中招 到底是什麼原因遇到電騙應該怎麼處理 又怎樣才可以避免做受害者 電騙已經成為近年非常普遍的詐騙手法 無論什麼年齡層、教育背景的人都可能中招 以下是一些主要原因 處理方法和預防措施? 為什麼電騙這麼普遍? 科技發展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 騙徒可以用更加高級和複雜的技術來集騙 好似偽造來電號碼、電郵、短訊和社交媒體訊息 資訊不對稱 好多人對電騙的手法和防範意識不足 特別是年長者和對科技不太熟的人 更容易成為目標 人性弱點 騙徒很懂利用人的信任 恐懼和貪婪等心理設計出引人上當的手法 令受害者不知不覺就中招 全球化 詐騙活動可以跨國進行 令追蹤和執法變得更加困難 遇到電騙應該怎麼處理? 保持冷靜 如果懷疑接到詐騙電話 首先要冷靜 不要輕易透露自己的個人資料或者錢銀 驗證資料 如果對方說自己是某機構或者公司的代表 應該掛線然後自己打去那機構的官方電話號碼驗證 記錄細節 記低對方的電話號碼 對話內容和其他可疑細節 方便向有關報名報告 報警求助 立刻報警或者和相關機構報告詐騙情況 跟著他們的指示處理 不回應威脅 如果對方以威脅或者緊急情況為由要你立刻行動 不要理會 先驗證資料先 怎樣避免造受害者 提高防範意識 教育和培訓 學識和了解常見的詐騙手法 參加防詐騙講座或者培訓 分享經驗 和家人和朋友分享防詐騙知識 特別要提醒長者和年輕人注意 保護個人資料 謹慎處理個人資料 不要隨便在電話或者網上透露個人資料 例如身份證號碼、銀行戶口、密碼等 設置隱私保護 在社交媒體和其他在線平台設置嚴格的隱私保護措施 不要公開太多個人資料 驗證和核實、核實來電和資料 對於未知號碼或者陌生人的資料 應該先核實他們的真實性 警惕特殊要求 如果有人要求你即刻轉帳 提供個人資料或者進行其他不尋常操作 應該先查證 使用防護工具 安裝安全軟件 用可靠的防病毒和反詐騙軟件 保護你的電子設備和個人資料 啟用雙重認證 在你的銀行、電郵和其他重要帳戶上啟用雙重認證 加強安全性 通過提高防範意識 保護個人資料和取預防措施 可以有效減少成為電騙受害者的風險 年輕而有高學歷也受騙 為何會禁? 即使是年輕和高學歷的人都可能中電騙 以下是可能原因 過度自信 高學歷的年輕人通常對自己的知識和判斷能力很有信心 但有時過度自信可能會令他們低估了騙徒的手段 以為自己不會上當 結果放鬆警惕 缺乏實踐經驗 雖然他們有理論知識 但在實際生活和社會經驗上可能不夠 騙徒會利用這點 設計出專門針對這類人群的詐騙手法 信息過載和疲勞 現在社會的信息量巨大 年輕人尤其在工作和學習中承受很大壓力 容易在疲勞狀態下 忽視了詐騙的蛛絲馬跡 數碼依賴 年輕人高度依賴數碼設備和網絡 騙徒會利用電郵 社交媒體和手機應用等數碼平台來詐騙 令這一群體更容易中招 情感操控 騙徒善於利用人的情感 好事緊急情況 家人朋友的需求 或者工作機會等 來操控受害者的情緒 令他們在情緒波動中 作出不理智的決定 社會壓力 年輕人面對職場 學業和社會的多重壓力 可能因為急於解決問題 或者達成目標而忽視風險 最終重招 複雜的詐騙手法 現代詐騙手法越來越複雜和高名 利用先進科技和精細的心理戰術 即使是高學力的人都難以分辨 好似釣魚電郵 偽造網站和身份導用等技術手段 避免做受害者的方法 提高警惕性 不要因為自己有高學力而釣意輕心 時刻保持警惕 對陌生信息和內電保持懷疑態度 持續學習 定期參加防詐騙培訓 了解最新的詐騙手法和防範措施 嚴證信息 遇到任何涉及錢銀 或者個人資料的要求 應該先核實真實性 避免衝動行動 保護個人資料 謹慎對待個人資料 特別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 不要輕易透露敏感資料 多向家人朋友求助 遇到疑似詐騙的情況 及時向家人和朋友求助 多方核實 使用安全工具 安裝和使用可靠的防病毒軟件 和反詐騙工具 保護個人設備和資料安全 通過這些措施 可以有效提高防範詐騙的能力 減少成為電騙受害者的風險 你覺得貪婪是重要因素嗎? 是,貪婪確實是電騙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騙徒經常利用人的貪婪心理設計各種陷阱 令受害者因為急於拿利益 而忽視了潛在風險和問題 以下是貪婪成為重要因素的原因和例子 貪婪的因素和作用 快速致富的誘惑 高回報投資 騙徒往往說有些高回報 低風險的投資機會 令受害者被快速致富的誘惑吸人 假冒的獎品和獎金 騙徒可能說給受害者 聽他們贏了巨額獎金或者獎品 但要先支付一筆手續費或者稅款才可以獲獎 棄缺資源和獨家優惠 棄缺商品 騙徒可能說有些棄缺的商品 或者服務 只要付少少錢就可以獲得 引發受害者的貪婪心理 時間限制 騙徒用限時優惠或者限量發售作為手段 迫使受害者急於下決定 而忽略了風險 利用貪婪操控行為 拿著少利益引發更大損失 有些騙徒會先給受害者少少甜頭 令他們相信騙徒的話 然後再設計更大的陷阱 引發更大的經濟損失 例子 龐氏騙局 這種騙局是以早期投資者的錢 來支付後來投資者的離任 令他們以為自己獲得了高回報 而事實上這個騙局最終會崩潰 令大部分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 令他們的商品吸引受害者進行購買 但最終受害者可能拿不到貨品 甚至支付了假貨 如何避免因貪婪而中招 保持理智 不要因為貪婪而失去理智 遇到任何好像太好而不真實的交易 應該保持懷疑態度 求助專業意見 在作出重大財務決定之前 應該向專業財務顧問求助 避免因貪婪而做出錯誤決定 養成理性消費習慣 在日常生活中養成理性消費的習慣 避免因貪婪而購買不必要 或者不安全的產品 貪婪是人性的一部分 在現代社會中 保持理智和警惕是防範電騙的重要步驟 好了 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 點讚 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